崩壞的笑話 要看我們現在變怎樣 大家都叫我動力火車 老公前曖昧對象 哈囉大家好我是佩莉 大家好我是詹妮小紅 今天我們要來聊同學會的禁忌話題 會 大家都叫我佩莉姐 姐 不想被看到真面目 當然不會啊 那多窮 會 要看我們現在變怎樣 非常希望 因為二十年後就是後天努力 所以真的有沒有保暖差很多 崩壞的笑話 我大概二十歲以前都是比較像男生 但是我是長頭髮 所以大家都叫我動力火車 我動力火車 還蠻紅的耶 對啊沒錯 你呢 我就是在打工當洗頭妹的時候 人家以為我是設計師 不過這是一定很好的事情 對啊其實是時尚漂亮 對人家就覺得你很專業 跟你講話真的很不快樂耶 絕對是啊 我都不好意思這樣說 但其實我也覺得是 我覺得要大量的同年齡的女性的時候 比如說這真的是同學會 有老公前曖昧對象的場合 好細喔你老公有很多曖昧對象 肯定要去啊 看他現在變怎樣 那你真的很有自信耶 要我會照鏡子 看一下自己的 現在的整個人的狀況 臉啊 身材的狀況 如果好我才要去 可是你不會好奇他有沒有崩壞嗎 可是萬一他沒有崩壞 那我壞成這樣怎麼辦 你沒有啊 其實就是幾歲不要有那個年紀的樣子 我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會覺得四十歲就是一個歐巴桑 然後提著那個紅白塑膠袋在買菜的 現在我自己四十歲了 你看我有嗎 我有拿紅白塑膠袋嗎 可是今天剛好沒拿的啊 而且我覺得真實的年紀不是這麼重要 你的肌靈才是更重要的 就是超出你的年紀這樣不太好 嗯 跟 我覺得看誰 如果像 比如說是跟徐若瑄啊 林志玲之類的比的話 我可能兩分吧 如果是跟隔壁的張太太比的話 我覺得十二分 爆表 嗯 應該是九點九吧 給自己一點進步的空間 才會持續保養 你不好意思嗎 不是說保養要持續漸進的 我如果說現在已經是滿分了 那我就怠惰沒有保養 我就崩壞了 所以一定要九點九就好 好 OK 好現在我們收工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所以妳真的二十歲就有小中品嗎 真的啊 只是當時是要送給我媽 我覺得太好用 就自己一直投用 所以我四十歲用還來得及嗎 來得及 絕對 妳這樣我就覺得旁邊有很多 那妳建議我A走一瓶 可以順便給我一瓶 耶 看起來很棒